相互喊喊以后再握握手 立法院长韩国瑜接见日台协会代表片山河之 只是怎么一见面就相视而笑 全英两人都是同山泽泽 片山河之摸一摸自己的头顶 就连站在一旁的副院长江启臣都红堂大笑 上任后第二次接见外宾 韩国瑜同样送上院长春联 不过相比第一次的声色 第二次果然驾轻就熟 就让外界猜测背后工程 就是最熟悉立法院的秘书长周万来 周万来秘书长确实恰如其分 韩国瑜的表现渐趋势稳重 但朝野对瘦肉精争议还未停歇 实案专报更是一搏三折 最终立法院议事处宣布 22号下午4点将就三党提案的实案汇报 再次召开政党协商 各党团都能够同意 让行政院院长率相关部会的首长 来做实案报告 直接面对民意 中国国民党也认同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我们两边昨天都互相释出了善意 强调和蓝英有共识 加上自家党主席透露 蓝白三长22号将有犯局 立院蓝白和有谱了吗 不仅蓝白两党希望沟通管道更顺畅 院长韩国瑜更期盼第三场朝野协商 也能顺利达成共识 欢迎新闻张强与王轩宏科举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